後才會有晚餐 所以明天呢 我們會故意晚餐 午餐會晚一點 也是大概在一點多左右 一點多左右 這樣就會延後你們晚餐的時間 如果你們有沒有吃完食物 明天可以帶在身上 因為如果晚餐比較晚的話 如果負責的話 可以帶零食餅乾 可以稍微止一下 然後重點是有肉類的製品 如果你們從台灣帶出來的話 是不能再帶回去的 泡麵的粉不算 但是泡麵裡面有肉塊的就算 有肉麵 但是那種 不是滿漢的那種 那OK 但是如果是滿漢的話 有時候OK 有時候不OK 但是我建議各位就把它滿漢 有肉塊類的那種把它吃掉 OK 然後呢 植物 還有這個水果類的 新鮮類的 是不能帶的 OK 所以大概行李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 那明天的出發時間呢 先跟他說一下 明天呢 我們早上 7點鐘 Morning Call 7點45 請你放門口 8點半 出發 8點半出發 早餐好像6點半就有了 早餐6點半就有了 早餐6點半就好了 早餐6點半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